《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宋文娟 接下來這個週末天氣比較和暖 大家要好好珍惜 因為下星期一天氣就會顯著轉涼 在未講過天氣變化之前 先看看今早早的情況 大部分地區都介乎22至24度 吹著一些東風 所以氣溫都挺平均 而天色方面 可以看到其實也有些低雲 覆蓋著華南沿岸 而遠一點在南海也看到一個雲團 它其實是熱帶風暴深拉克 雖然它會向著越南的方向前進 但與它相關的雲帶 其實會在今日和明天影響我們 所以這一兩天的天氣都會是多雲為主 回到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的微雨 最高氣溫升到25度 吹和換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是風勢間中清靜的 而至於未來那幾天的天氣變化 今日和明天初時都會吹著偏東風 但留意到有一股很強烈的冬季季後風 在北邊一直衝下來 可以看到北風一直來到華南沿岸 時間大概是星期日的晚上 當一股北風起了之後 我們的氣溫就會顯著下降 這一幅氣溫的變化圖 可以看到比較涼的空氣 就會在星期日至星期一 就抵達華南沿岸 所以星期一的天氣會顯著轉涼 而且是一個日間跌溫的過程 這一腳是未完結的 因為大概星期三左右 也會有另一下的東北季後風 補充抵達 到時會將更冷的空氣帶來華南沿岸 換言之下星期中期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看看溫度的變化圖 這個週末最高氣溫可以升至25、6度 大家要記住 趁這個週末要拿好冬天衫、棉皮 這些預寒衣物要準備定了 因為星期一開始是顯著轉涼 氣溫最低跌至17、8度 星期二朝更加跌至16度 新界更加低幾度 而到星期三、四度 有另一下的東北季後風補充 令我們的氣溫會進一步下降至15度以下 14度是我們暫時預測的最低氣溫 新界有機會再低一點 再加上另一件事 其實下星期這個寒潮是一個濕冷的寒潮 換言之會下雨 在下雨加上氣溫下降的過程中 人的感覺、冷的感覺特別強烈 在此亦呼籲大家如果認識長者 就要提醒他們 就是接下來這個禮拜 是有很大的天氣變化 特別是氣溫會顯著下降 天氣會明顯轉涼 就提醒他們注意保重身體 好了 香港的天氣就說完了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 再見